半刻钟后,随着那竹筒之中的水流声明显减小,楚清河才是缓缓地站起身给水母音机带路。 带道进入到池子之中后,水母音机这才发现这四面矮墙之中竟然是一个水池。 而且,这水池之中的水也并非是寻常色泽,反而是色泽微红。 之前一时间没注意,此刻靠近这池子后,水母音机才发现池水之中竟是有着浓浓的香气。 并且这味道还和楚清河身上的香味极其相似。 只不过相较而言,楚清河身上的香味更淡一些,给人的感觉更加的淡雅。 但就这同出一缘的香气,也让水母音机知晓楚清河肯定经常在这池子之中泡澡。 而在走到这池子旁边后,楚清河从怀中掏出几个药包打开,然后将里面的药粉按照不同的顺序洒入到池子之中。 伴随着这些药粉的落下,整个池子里面的水净式变成了紫色。 过程中,将一些灯笼悬挂在这后院之中和那池子里面的小招以及去飞烟意识忍不住,好奇地瞥了一眼这紫色的池水后才离开。 一边继续往这池子之中洒入药粉,楚清河一边解释道, 司徒公主身体之中经脉逆行虽然已经解决,但真气却是强行挤入身体骨骼关节之中。 而且,因为当时帮助司徒公主镇压暴动真气的那位前辈已经进入到天人境, 又是强行镇压导致真元连同那些逆转真气一同被带到了谷中。 所以,想要解决司徒公主的情况,首先得以这药水为主, 再特殊手法让那些真气和真元从谷中剥离而出, 随后再将司徒公主全身骨骼打断,碎骨重塑, 至此才能将司徒公主这容貌以及身材大变的问题解决。 虽然楚清和说得轻描淡写,但事实上, 不管是将侵入到骨头里面的逆转真气或是真元引出来, 还是这碎骨重塑,对于其他意识而言都是难如登天之事。 要知道,舞者走火入魔时逆转的真气, 可以说已经是脱离了修炼者的掌控,真气之中充满了破坏性。 一旦被引出来,那效果无疑是爆竹在身体之中炸开一样。 而碎骨重塑,更不用多说。 江湖之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让碎骨重生的秘药。 便如大元国中金刚门内的秘药黑玉断续膏,便有这样的作用。 可楚清和现在所指并非是将某一处骨骼碎骨重塑, 而是全身的骨骼打断。 将全身的骨骼都打断,然后以黑玉断续膏来复制, 怕是将金刚门里面所有的黑玉断续膏加起来都不够。 听到需要将自己全身骨骼都是打断在进行重塑时, 水母阴姬身体亦是不免僵了一下。 不过,想到此时自己的样子, 水母阴姬眼中那一抹一色亦是快速地退去。 对于一个曾经拥有绝色容颜的女人而言, 顶着现在这半男不女的身材以及相貌, 无疑才是最为痛苦和折磨的。 相比起碎骨重塑的一时之苦, 更加让水母阴姬难以忍受。 不多时,随着楚清和将几个药包中的药粉 都是洒入这池水之中后, 整个池水竟然是从心变回到了红色。 只不过相较于此前而言, 这池水已经是深红一片。 轻轻拍了拍手, 等手上沾染上的药粉也落于池水中后, 楚清和才是对着水母阴姬示意道。 好了,司徒公主进去吧。 文言,水母阴姬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抬起手。 不过下一瞬, 水母阴姬放在自己衣服上的手便是顿足, 视线不由看向楚清和, 脸上浮现出几分犹豫之色。 仿佛是知道水母阴姬所想, 楚清和轻笑道, 无需这么麻烦, 脱了鞋进去便是。 这话出口, 水母阴姬心中才是稍缓, 随后按照楚清和所言, 直接进入到这池子之中。 楚清和这池子原本是深约一丈高, 但不像往日那样泡澡, 而为了治病, 这池子里面的水自然也没有蓄满。 不过只是蓄了一半而已, 也就半丈高。 在水母阴姬进入到池子之中时, 这池水正好没过了水母阴姬的胸口。 然而, 就在水母阴姬刚刚进入到池水之中, 便清楚感觉到周围这些将自身包裹的池水里面, 仿佛有着一颗颗小火苗 快速地钻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隐隐带着几分灼痛之感。 不过好在, 这种灼痛之感并不强, 对于水母阴姬而言, 甚至眉头都未皱一下。 这时, 楚清和忽然开口道, 头部也需要泡入池水之中, 正常换气便可。 听到声音, 此时至于池水之中的水母阴气轻轻汗手, 而后深深一口气后将头部也进入到池水之中。 而在整个人都浸在池水之中后, 楚清和便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一直等到水母阴姬唤起了差不多七次左右, 在楚清和的视线中, 此时那水母阴姬额尖以及脖子周围的皮肤已经是一片火红。 见此, 楚清和伸手入怀拿出针灸和打开的同时开口道, 可以了。 说完, 在水母阴姬净利于之时, 楚清和左手翻动, 在移花接玉运转下, 一股特殊的尽力直接将水母阴姬骤然拉出水面。 等到稳住水母阴姬的身形让其置空的瞬间, 楚清和右手则是从这针灸盒上抹过, 将根根银针吸收到手中之后快速地甩向水母阴姬。 明明是隔着衣服, 但偏偏楚清和每一根银针都是精准地落在了水母阴姬的穴位或是关节位置。 带到针灸盒中, 几乎所有的银针都是落于水母阴姬身上之时, 楚清和才是操控劲气让水母阴姬重新置身于水中。 伴随着楚清和身体之中的内力, 按照一个奇特的路线快速地运转, 楚清和手掌盔翻动, 水母阴姬顿时感觉周围那将自己禁锢住的特殊晋气之中 漠然有着一股奇怪的波动涌动, 顺着水母阴姬身上的那些银针进入到身体之中。 煞时间, 就如同被阴波攻攻击到一样, 此时的水母阴姬感觉浑身上下都是有着一种麻麻的感觉, 并且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而, 就在这特殊的晋气影响之下, 水母阴姬那身体的骨骼之中, 竟是有着一缕缕紫色的真气, 宛若水雾一样开始从水母阴姬的骨头之中慢慢地飘了出来。 只是, 当这些真气刚刚出现, 这缕缕紫色的真气就是附着在银针之上, 然后被抽离到水中带起不断地波纹扩散。 随后, 在这楚清和不断湿针混合着周围这满池混合了药物的池水之下, 整个池水之中竟是有着一个个细小水泡不断从水底浮现然后在水面冒出。 白溪之后, 在池中这药水以及湿针的影响下, 此时的水母阴姬的皮肤已经变得一片赤红。 反观楚清和, 在听着水母阴姬身上那些银针轻颤间传来的音频变化, 楚清和身体之中的内力运转速度骤然加快, 神情意识多出了几分凝重。 方才那白溪间, 通过这一花接玉以及续命九针之法, 已经是成功将水母阴姬骨头之中那些逆转的真气全部引出来了。 可最为棘手的, 则是接下来那些已经在水母阴姬身体之中趋近于凝固的真元了。 真气、真元,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代表的意思却是天差地别。 如果将真气比作水低的话, 那么真元便如同千拱, 沉重百倍。 至中蕴含的微能以及棘手程度, 绝非是真气能比。 而且, 从水母阴姬之前中毒间那些毒物 混着陷在这些池水之中的药物, 已经是重新让那些本身凝固的真元液化。 在没有了表面上那如同保护膜的真气之下, 水母阴姬的这些真元等于完全没有了阻隔, 若是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真元抽离出来。 到时候这些真元就会在水母阴姬身体里面横冲直撞由内而抱。 伴随着一股股进气不断顺着落入到银针之上, 进入到水母阴姬的身体之中。 下一秒, 自水母阴姬周身的银针末端, 开始有着一缕缕黑色的真气飘出。 即便是此时的水母阴姬置身于水中, 这些黑色都是有为的显眼。 而当这些黑色的真元进入到水中之时, 竟是隐隐有着劈拉的闷声从这水中浮现, 带起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水泡。 并且每一个水泡出现, 都会在池面上掀起一道明显的波纹。 不过短短3C左右的时间, 此时水母阴姬身体相隔近一池左右的距离, 一个个水泡不断地接连冒出。 而整个池子之中, 意识变得汹涌了起来。 乍一看活像是锅里水刚刚烧开的样子。 将池子之中的情况收入眼中, 楚清河却没有半点的意外。 水母阴姬身体之中那些逆转的真气 以及真元蕴含的微能不小, 一旦没有了依附, 那么瞬间就会在周围炸开。 到时候, 不管是水母阴姬还是靠近的楚清河 在这些真气炸裂下, 怕是都免不了受伤。 这也是为何楚清河要选择在这池子之中 而非是在木桶里面。 毕竟, 在这池子里面, 只要引动的速度够快, 这大量的池水便能稀释 从水母阴姬身体之中导出的真元 以及真元炸裂时的影响。 若是就一个木桶的那点水, 别说是这真元了。 就之前从水母阴姬身体之中 引出来的真气 都能将木桶直接炸烂。 不过, 看着此时水母阴姬脸上 那些微微抖动的银针, 楚清河心中不接暗杆 这一花接玉的方便。 若是没有掌握这一花接玉前, 楚清河想要给这水母阴姬施针, 要么凑近, 要么就是以金线绑住 那些银针的末端。 但有了这一花接玉之后, 却是方便了不少。 隔着这三尺的距离, 单单以一花接玉 便能将内力以及进气 落于那银针之上, 不要太方便。 这也难怪为何宗师级医术之中, 一些治疗之法 甚至还对楚清河本身的实力修为 有着相应要求的原因。 武功这东西, 有的时候同样也是能够 作为治病救人的手段以及工具。 一直到半课中后, 此时这池水之中 方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而奇特的是, 在这池水平静下来后, 整个池子已经是 重新变得清澈见底。 见此, 楚清河手掌连番, 直接将池子之中的水母音机 给拉到了自己的身前的同时, 楚清河亦是将堵着池底的塞子 给拨开让这被用过的池水排出去。 在水母音机双脚触及地面后, 楚清河方才开口道, 接下来碎骨之时会有些痛, 忍耐一下。 听着楚清河的话, 此时面色一片赤红的水母音机开口道, 楚公子尽管放手施展便是。 好。 在说完之后, 楚清河抬手便放在水母音机的身上, 接连分筋错骨之后, 再以内力融合特殊手法, 瞬间将水母音机肩胛骨震碎。 并且在这肩胛骨被震碎的瞬间, 楚清河亦是会以银针将两边穴位封印, 暂时隔绝此处血脉运行。 此前药刃由水母音机中毒, 一味通过那针对神水诀中特殊针器的毒药 让水母音机身体中那凝固的针器, 以及针缘接触固化。 其二, 便是为了压制水母音机身体之中的针器。 否则的话, 不管是后面楚清河失针还是现在碎骨, 在水母音机宗失静圆满的针器之下, 楚清河都难以做到。 不过, 就在楚清河将水母音机肩胛骨震碎的瞬间, 水母音机顿时神色一变,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了一下, 但却硬气地没有吭声。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 楚清河眼中不禁浮现出一抹赞叹, 而裂骨是心本是人体最难以承受的两种疼痛。 更何况是这样在分筋挫骨之后, 水母音机所需要承受的痛感可想而知。 楚清河估摸着自己面对这一下, 都得疼得熬叫两嗓子。 不过, 现在没有真气的镇压, 此时的水母音机到底是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 虽说心智坚硬, 强忍着此时身上的痛感, 但人体承受痛感到底是会有承受极限的。 待到楚清河震碎到第十块骨头的时候, 水母音机再也站不住, 身体一片就是靠在了楚清河的怀中。 单手扶着水母音机肩, 楚清河手中的动作微盾, 但随后还是抬手继续着碎骨之势。 此时靠在楚清河的怀中, 抬头肩看着从这侧面微低的角度, 看着面前面带坚硬而认真的楚清河。 沉迷美色之中的水母音机竟是感觉身上的痛感稍减。 然而,就在这时, 水母音机忽然是感觉到胸口有了些许的异样。 察觉到不对, 水母音机快速地偏过头看去, 却见楚清河的手此时已经是放在了自己胸口的位置。 看到这一幕, 水母音机脸色漠然一变。 虽说惠及既依人所供之, 可作为女子, 此时看着楚清河将手放在自己胸口上, 水母音机若说没有半点的异感也不可能。 只是, 不等水母音机多想, 楚清河内里再一次将水母音机的胸骨震碎。 在这精修交加的情绪以及这再一次剧烈的痛感之下, 水母音机竟是承受不住昏了过去。 楚清河见此也不再留守, 将水母音机放平在地上之后, 双手启动, 震碎水母音机骨头的速度比起方才竟是快了数倍。 刹时间, 咔咔的骨头碎裂声快速地从水母音机的身体之中传来。 过程之中, 在一阵阵强烈的痛感之下, 才刚刚昏过去不到三息的水母音机又是重新被疼醒。 但这一次, 水母音机却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楚清河, 强行转移注意力。 最后竟是硬生生地撑过了楚清河, 将其全身的骨头捏碎。 而在将最后一块骨头震碎之后, 这一刻的水母音机, 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柔弱五骨。 整个人轻轻碰一下, 就会凹陷下去一块。 不过人体没有骨骼的支撑, 时间异常必然会出问题。 现在, 水母音机的骨骼刚刚被震碎, 气血和血肉尚且充盈, 再加上头部以及胸部等重要的位置 被楚清河以内力强行护着, 但人体没有骨骼的支撑, 时间一长必然会出问题。 因此, 面对此时柔弱五骨的水母音机, 此时的楚清河丝毫没有耽搁。 在以以花接欲将水母音机放平的瞬间 落在地上的同时, 渐气鼓动之下稍稍掀开水母音机的面纱, 然后以手轻轻拨开水母音机的嘴的瞬间, 以内力引动一旁泡有天香豆蔻的药酒 直接引入水母音机的嘴中。 待到药酒入口, 楚清河长袖挥洞, 数十根银针落于水母音机周深大学之上, 右手十二区指尖不断在这银针之上倾弹, 左手则是轻轻搭在水母音机的身体上 引导水母音机身体之中那天香豆蔻的药效。 过程之中, 楚清河意识会以这天香豆蔻所泡制的药酒 滴落在银针之上顺着银针, 进入到水母音机的身体之中。 天香豆蔻之中生机浓烈, 即便是心脉剧断, 亦能在极快的速度使其愈合, 碎骨重塑自然不在话下。 若非是有着天香豆蔻在的话, 楚清河也不会选择 以现在这种最直接和极端的方式 治疗水母音机。 反观水母音机, 在此时楚清河这湿针 以及食尔一口药酒入口下, 水母音机感觉自己身体之中 就如同被注入了一汪清泉。 原本那碎骨间带来的剧烈疼痛 此时竟是快速地平息下去。 转而浑身上下都宛若有着 成百上千只蚂蚁攀爬一样, 传来阵阵麻痒之感。 而这感觉也是让水母音机 更为的难受。 但或许是有了经验, 此时的水母音机 在这宛若酷刑一样的感觉下, 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楚清河, 尽可能减低自己对于身体之中的关注。 此时此刻, 若是有人能够观察到水母音机的体内, 定然能够惊讶地发现, 水母音机方才那些被震碎的骨头 此时在这天香痘寇的强大要力之下, 竟然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地愈合。 而在这骨骼快速愈合的同时, 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躺在地上的水母音机, 身体竟是如同缩水一样, 开始渐渐地缩小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